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意夏之那年夏 第75至76集,路易打的小算盘 早上路易起床,准备去上班 今夏已经不知何时离开了 桌上有一瓶牛奶和两个水煮蛋 他拿在手上,准备带去公司 刚一开门,就看到一个今夏的女同事 手里拿着一大个袋子 这里是今夏住的房间吗? 对方有些诧异,看到路易 对,不过他现在不在 你找他有事吗? 你是他男友,还是哥哥? 哦,我是他 路易思考片刻,还是厚着脸皮说道 是他的男友 对方从袋子里拿出一盒精致的巧克力 递给路易,这是我的订婚喜糖,请你们吃 路易接过,订婚喜糖 对啊,我们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谁有喜事 就给同事发糖 女生笑着解释,脸上都是甜蜜 谢谢,恭喜你啊 路易礼貌地说道 不谢啊 我等着吃你和今夏的喜糖 路易点头淡淡一笑 转身将巧克力放在桌子上 又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了今夏 早上出门的时候 碰到你的同事在发喜糖 放在你的桌上了 不过今夏没有回复 等到路易到了公司 今夏才回了信息过来 好的 我听其他同事说了 今夏正发着信息 刚才那位发喜糖的同事 正好回到办公室 看到今夏拍了拍他的肩膀 一脸神秘 你是不是好事将近了 什么好事 学校要平直撑了吗 今夏脑子里就是工作 不是啊 早上我碰到你的男朋友了 听他的口气 你们也快要订婚了 要不是被我碰到 我都不知道你有男友了 你的保密工作做得真好 同事笑着打趣 男朋友 今夏满脸诧异 谁啊 你别开玩笑了 就是住在你宿舍的那个帅哥啊 同事又说了一遍 今夏这才反应过来 他说的是陆毅 他说是我男朋友 是啊 我问他了 他说是你的男友 同事一口笃定 难道不是 今夏笑笑没有再说什么 恭喜你订婚 谢谢你的喜糖 他还真的想不到 陆毅竟然这么厚脸皮 他只是答应 把房间给他住一段时间 结果这在他心里 就成了他答应与他和好了 简直太得寸进尺 午休的时候 他又收到陆毅的信息 你今天什么时候下班 今夏看了一眼 没有回复 过了一会 陆毅又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下了班 我们一起吃饭 陆毅等到下班 还是没有等到今夏的回复 他直接拨了电话过去 今夏这才接起 什么事 一起吃晚饭吗 不了 和同事吃过了 我给你发信息了 你没看到吗 有点忙 没注意看信息 陆毅心里不免有些失望 原本他已经收拾好随身物品 打算下班 今夏这么说 他坐到了位置上 选择加班 等到晚上十点 陆毅还没有回来 今夏本不想等他 可心里还是忍不住想着 他何时回来 等到十点半 他又困又累 躺在床上 忽然想起 陆毅不知道大门的密码 他犹豫片刻 只能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声音嘈杂 今夏心一沉 半夜不回来 原来是去鬼混了 怎么了 今夏 陆毅正准备关电脑 办公室加班的同事 点了夜宵 聚在一起 吃着 身后 有同事声音响起 陆毅 快过来吃点 打扰你聚会了 今夏说着 我等会把大门密码发给你 我准备睡了 没有聚会 我在公司加班 同事给我点了外卖 陆毅直接解释 今晚本来不准备加班 陪你吃饭 那你先去吃吧 我先挂了 我不吃了 马上回去 陆毅拿起随身包 又对同事说道 我着急回家 不吃了 这么着急回去 是女朋友电话查岗了吗 不是 她在等我 陆毅蒙着手机回道 偏偏惊吓在电话那头 听得一清二楚 她倒吸一口冷气 陆毅 我哪有等你 我只是告诉你 大门的密码 怕你回来 吵到我睡觉 陆毅轻笑 你都听到了 我没耳聋 下次不准这么说 惊吓的困意 都消去了一大半 你一天到晚就会瞎说 她对她的不满 呼之欲出 陆毅回到金夏宿舍 已经十一点了 她轻手轻脚地进了门 金夏房间的灯还亮着 她试探着敲了敲门 金夏 睡了吗 金夏犹豫了一会 还是起床给她开门了 原本她已经睡了 结果给她打了一个电话 又睡不着了 快了 金夏打开门 美好气地说道 我给你买了点吃的 不吃 减肥 金夏已经闻到了食物的香味 其实 她晚饭压根就没有吃 你不吃的话 我只能扔了 这人都已经开始用 这一招来威胁人了 金夏只好出门 看到桌上摆放着很多食盒 你买这么多 我晚饭还没吃 饿死了 陆毅打开餐盒 为什么不吃晚饭 工作忙 想起吃饭的时候 食堂已经没有公餐了 陆毅喝了一口水 最近接手了一个新的项目 接下去都要加班了 接下去都要这么迟才回来吗 金夏知道投行公司很忙 但是想不到会这么忙 我尽量早点回来 不打扰你休息 有一部分工作 可以在家里进行 陆毅拿起筷子 吃了一口面前的食物 那你还是要好好吃饭 不然身体受不住 金夏忍不住说道 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 就知道是饿了很久 你同事给你买了夜宵 你不吃 非要回来吃 我想和你一起啊 怕你睡了 今天就看不到你了 他说的倒是很自然 金夏转身 给他倒了一杯热水 心里虽然生气 他的自作主张 心疼他的身体 确实那么的自然而然 谢谢 他喝了一口热水 放松地呼了一口气 在公司 神经都是绷着的 生怕出点错误 连累整个团队的同事 还是和你在一起 最轻松 金夏看着他满脸疲惫 想说什么 又说不出口了 最后缓缓说道 你别为了事业 不要身体 知道 他得了关心 笑得无比灿烂 我听你的 以后尽量按时吃饭 金夏被他这不值钱的 模样逗笑了 他忍不住伸手 搂住他的腰 认真的说道 你还关心我 我真的好开心 什么事都比不上你 带给我的喜悦 那你以后能不能 不要再说 我是你女朋友 我真的很难和同事解释 我们之间的关系 现在我的同事 都误会了 金夏无奈地说道 下次别再这样了 好吗 陆毅抬头 深深看了一眼 金夏 他慢慢放下 搂住金夏腰的手 没有说话 只是继续吃着面前的食物 过了一会 他才开口 你快吃吧 要凉了 他站起身 直接回了房 金夏看着关上的门 又想着刚才自己说的话 暗自想到 他的反应 有必要这么大吗 我会想着你 我会想着你